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城里,这里贫穷又落后,从有记忆起,我爸就总是打我跟我妈。 就因为我妈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他讨厌我,也讨厌我妈。 印象里,他总是在喝酒,喝醉了就抡起拳头打人,没用的东西就知道生赔钱货。 我花那么多钱把你买回来,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废物。 他挥舞着拳头,昏黄又斑驳的灯光照耀在他的脸上,猙獰得如同恶鬼。 我蜷缩着身体,在角落里偷偷地哭。 其实我很想扑过去抱住我妈,让我爸不要再打了,可是我不敢,我害怕。 爸爸的存在,就像是一个充斥着灾难的魔咒,他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可无尽的虐打。 哪怕是只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脸,我都会吓得两腿发软。 我怕他,又恨他,无数次地偷偷在心底诅咒他。 为什么?他会是我爸爸。 每到爸爸发疯打人的时候,奶奶都会冷漠地看着我们。 他那种眼神,仿佛我跟我妈都不是人,只是他们买回来的一个玩意儿,可以任由他们处置,哪怕打坏了也没关系。 可我知道,我爸爸不敢打坏我妈,因为他还想要儿子。 我家里这么穷,已经拿不出钱来再买一个女人给他生儿子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爸每次打完我,第二天都会倒霉。 有时候是在工地上砸到脚,或者跟人打牌的时候输钱。 总之,每次打完我和我妈,她都会倒霉。 我奶奶也一样,她头天刚饿了我一天,第二天就摔断了腿,明明是平坦的小路,却莫名摔了一跤。 村里的其他婆婆来看她,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她是不是中了邪,不然怎么会这么倒霉。 我乃信了这种话,她觉得我就是那个扫把星,是我磕了他们家,然后一整天都不许我吃饭。 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只要对我不好,倒霉的事情就会一直发生。 我磕磕绊绊长到快五岁的时候,我妈终于又怀孕了,我爸心情好,几天没有打我们,逢人就说她要有儿子了。 当时,我正被奶奶使唤着洗衣服,我妈就坐在床头,摸着她的肚子,一根铁链就拴在她的脚腕上。 那是为了防止她逃跑,特意拴着的。 这一根铁链,从我记忆起,就存在了。 她眼神麻木地看着前方,根本不像爸爸那样,期待这个生命的到来。 我知道我妈不喜欢我,甚至有些讨厌我的,因为她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什么令人厌恶的东西。 我有些伤心,觉得她也因为我是女孩,所以才讨厌我。 可我爸爸每次打我的时候,他都会扑过来抱着我,挡着那些拳头。 奶奶不让我吃饱的时候,她也会把自己的馒头掰一半给我,虽然她很少跟我说话,也没有像其他妈妈那样,亲密地抱我,给我讲故事。 也许,她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爱我的,对吧? 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妈怀孕后,最高兴的人就是我爸爸了。 她破天荒地买回来一块肉,让我奶做了,给我妈吃。 别饿着我儿子了。 她总是这样说,仿佛已经确定我妈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 其实,她想得也没错,因为我妈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求来的。 在这之前,我爸又打了我妈一次。 村里有人生孩子吃满月酒,她去了,回来就骂我妈没用,生不出儿子,害得她被人笑话。 我妈不说话,她就一把揪着她的头发,扇了她两个耳光,之后又是一番拳打脚踢。 等她打完去睡觉,我哭着摸着我妈身上的伤,她眼神麻木,脸上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很想问问她疼不疼,我爸每次打我,我都疼得只想哭,可我妈每次都不哭,但我知道,她一定很疼很疼。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妈生了儿子,我爸爸是不是就不会打她了? 如果这个世间真的有神灵,那就让我妈生个儿子吧。 之后不久,妈妈就怀孕了,我的愿望又一次实现了。 那个时候的我,坚信只要有儿子,妈妈的生活就会变好。 她怀孕后,爸爸为了让妈妈开心,把她脚上的链子解开了。 有时候,我会带着妈妈去村子里逛逛,我小心翼翼地牵着妈妈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是却很暖,比冬天里的太阳还要暖和。 村里的婆婆们有时候会逗我,问我妈妈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每次都坚定地说是男孩。 只要生了儿子,我妈一定会好起来的,可我妈根本没有熬到那天,她就被我爸爸打死了。 我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中午的时候,原本在工地上班的爸爸突然跑了回来,他没有喝酒,可脸上的表情比喝醉的时候还要凶狠。 你妈呢?她进门就踹了我一脚,粗暴地抓起我的头发,把我扔在地上。 我疼得直哭,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直接一巴掌甩开我,踹开卧室的门,拽着我妈的头发把她拖到了院子里。 臭婊子,你他妈昨天是不是跟王铁柱说话了?你是我买回来的,你竟敢跟别人说话? 不守妇道的贱人,是不是想要给我戴绿帽子?你也看不起我是不是? 臭婊子,贱人。 她凶狠地把我妈推倒在地,一脚一脚地踹在她身上。 我打死你,打死你这个贱人,看你还跟不跟别的男人说话。 我扑过去想要抱住她的腿,却被一脚踹飞。 脑袋磕在了门框上,血瞬间流了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不觉得痛,只想保护我妈,可我太小了,力气也小,根本不是我爸的对手。 她像是发了狠一样地打人,一脚又一脚地踹着妈妈的肚子。 看着我妈身下流出来的血,我吓傻了,哭着跑了出去,拍我奶奶房间的门。 奶奶,我爸爸又在打我妈了,你救救她吧。 她流血了,叫什么叫,不就是被打两下,一边去,别烦我。 我奶奶把我轰走了,我没办法,只能出去找人。 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妈妈? 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场大雪,积雪足有门槛那么厚,我走在雪地里,脚冻得生疼,可我不在乎,我只想找人救我妈。 我在村子里跑了很久,挨家挨户地敲门,求他们,可根本没有人愿意管我,我哭得眼泪都干了,被风一吹,脸疼得像刀割一样。 救救我妈呀,求求你们了。 可是没有,谁也没有出现。 我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哭得生死历劫,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没有人肯出现,我又跑了回去。 院子里,我妈一身是血地躺在地上,我爸站在一旁抽着烟,凶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跑过去,抱着我妈就哭,听到我的哭声,我妈动了动嘴唇,像是要跟我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才听清我妈说的话。 小鸭,别哭,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要离开,这里。 我终于,自由,了。 她似乎想抬起手,摸一下我的头。 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心里难受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妈要离开我了。 她第一次摸我的头,可她就要死了。 我恶狠狠地瞪着我爸,第一次敢大声骂她。 你这个坏人,你打我妈,我恨你,我恨你。 你陪我妈,你陪。 你这个死丫头,敢骂我,我打死你。 我的话激怒了她,我爸抄起手边的锄头向我打了过来。 我没有躲,当时我就想,把我打死吧。 死了也好,我妈妈都要离开我了,我也不想活了。 可是,我爸的锄头并没有打在我身上。 关键的时刻,是我妈保护了我。 她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低着头,深深地看着我的脸, 像是凝视着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锄头砸在了妈妈的后脑, 血顺着她的额头流下来, 一滴一滴地掉在我脸上。 她的唇角却始终上扬着。 原来妈妈的怀抱那么暖, 跟她的手一样暖。 可我才刚刚拥有她,就要失去了。 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爱你, 可你也是我的女儿。 现在,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她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我妈,她死了。 我妈走了之后, 我才知道, 她根本不想给我爸爸生儿子。 她恨这个家, 也恨我爸爸。 在我妈的葬礼上, 我听人说, 我妈是我爸在八几年的时候, 花三千块买回来的。 这个村子太穷了, 没有人愿意嫁过来。 我爸为了延续香火, 从一个雇老板的手里, 把我妈买了回来。 我妈就是这么来的, 三千块钱, 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 我爷就是为了赚这笔钱, 跟人家去卖血之后, 得了感染病死了的。 可我爸根本不难过, 拿了钱就买了我妈回来。 她被买回来之后, 跑了很多次, 还被我爸打断了一条腿, 一直用链子锁在房间里, 直到怀孕了, 才被放出来。 我爸原本以为能生个儿子, 结果却是个女儿。 妈妈不喜欢我, 不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只是因为我是我爸爸的孩子。 他临死前跟我说对不起, 可我一点也不怪他。 可我爸爸却把我唯一爱的人打死了。 我恨透了我爸爸。 我爸没有给我妈举办葬礼, 甚至连一口棺材都没有, 他们把她用破草席卷了, 就扔到了后山上。 我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想要把他们的脸记在心里。 我会用我往后的余生, 每天都诅咒他们。 我爸的一个兄弟看到了我。 这小丫头骗子长得还挺好看, 等待了肯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到时候找顾老板, 卖了它, 你再买个儿子回来。 他一边说, 一边走过来捏我的脸。 我讨厌他看我的眼神, 一口咬在了他的手上。 卧槽, 属狗的呀你。 男人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爸只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倒是我奶奶像是拿捏住了我的把柄, 大声嚷嚷着, 敢咬人, 今天晚上别想吃饭了。 不吃就不吃。 我红着眼眶, 瞪了他们一眼就跑了。 我要去后山, 我妈妈在哪里, 我要去找她。 听村里的老人说, 如果一个人死后没有入土为安, 是会被其他的死人欺负的。 我妈活着的时候被我爸欺负, 她死了, 我不想再让任何人欺负她。 村里的后山我第一次去, 我走了很久才找到地方, 在路上摔了好几下, 我都不在乎, 路边的荆棘划破了我的腿和脸。 我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她了。 裹着我妈的破草席就在那, 她就被随意地扔在一个山坳里, 我爸甚至连她身上的血都没擦。 妈妈! 我扑过去, 用袖子擦了擦她的脸。 我妈其实长得很漂亮, 不然我爸也不会看上她, 要把她买回来。 只是, 长久地暴打, 让我妈脸上总是带着亲子, 也许是临死前, 我妈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自由, 眉宇间的凄苦就这么消散了。 她是笑着走的, 想要让我妈入土为安并不容易。 我实在是太小了, 又没有工具, 只能用一个棍子刨土, 我挖了很久很久, 只挖了一个浅浅的坑。 可我没有放弃, 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晚上都跑到后山挖土。 奇怪的是, 后山的路那么黑, 我并不觉得害怕, 可能是妈妈在我身边的缘故吧。 我偷偷挖了三个晚上, 到第四个晚上的时候, 我终于挖出来一个坑, 我把妈妈放进坑里, 一捧一捧地填土。 妈妈, 你走吧, 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我爱你, 妈妈, 你跟我说对不起, 我从来都有怨过你。 妈妈, 妈妈, 我一边填土一边哭, 等填完了, 我把从厨房里偷来的馒头 放在了妈妈的坟上。 妈妈, 我走了,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坟营, 我转身就想离开, 却突然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我抬头, 就看到一个高高的男人正低头看我。 我吓了一跳, 往后退了两步, 险些跌倒, 是那个男人拽了我一把。 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因为我爸爸的存在, 我讨厌任何一个男人, 尤其是像他一样, 长得又高又壮的男人。 而眼前这个男人, 他就长得很高, 此时月光微弱,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知道他长得很高。 我以为是谁在这里哭, 原来是个小流浪猫啊。 你是谁? 我警惕地看着这个男人, 这么晚了在后山鬼鬼祟祟的, 一定不是好人。 小丫头骗子, 你觉得这大晚上的, 谁会跑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他英挺得眉高高的扬起, 我皱着脸看了他一眼。 真可怜呀, 这么年轻就死了。 可我想到我妈妈, 就拽了拽他的衣角。 叔叔, 你是鬼吗? 那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妈? 她现在好不好? 男人脸上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僵硬。 然后他抬起手, 在我干巴巴的小脸上捏了一下。 谁跟你说我是鬼了? 这个东西, 是他的吧? 是我在路边捡的。 他蹲下身子, 曲起两条大长腿, 平视着我的眼睛, 递给我一个小本子。 我看了一眼, 认出来这就是我妈妈的东西。 谢谢叔叔。 接过本子, 我想起妈妈经常会在这个本子上写些什么。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 妈妈就一直被爸爸关在房间里。 除了他打人的时候, 妈妈是不能出房间的。 偶尔, 我会看到他拿着这个本子在记些什么。 现在他走了, 我很想知道。 妈妈到底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叔叔, 我鼓起勇气, 看着男人。 你能教我认字吗? 我想知道妈妈在上面写了什么。 抚摸着本子的封题, 我突然很想知道妈妈的一切。 这个男人愿意把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他肯定是一个好人。 男人没有立刻回答我, 而是伸手又捏了捏我的脸。 你想知道你妈妈写了什么吗? 如果知道后, 你会很难过呢? 那也没关系。 我摇了摇头, 我只是想要再靠近妈妈一些。 好, 以后你每天下午到这里来, 我教你识字。 小丫头, 记住了, 我叫张贵婷。 从那天开始, 每天下午我都会去后山找张叔叔认字。 我奶奶还想让我帮她干活, 我不乐意, 故意摔碎她的碗, 或者把衣服弄得更脏。 她想打我, 我就跑, 反正每次倒霉的都只会是她。 张叔叔从听音开始教我, 每次我答对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包一块糖, 各种口味的, 每一块都很甜。 有了张叔叔, 即使我爸还是每天打我, 不让我吃饱, 我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诅咒过她了, 可每次她对我不好, 仍然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意外。 张叔叔很心疼我, 好几次让我跟她走, 她愿意收养我, 可我舍不得我妈, 我不想让她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留在这里。 她见我不同意, 也不逼我, 等临走的时候, 却会在我的口袋里 塞满糖果。 真是欠了你的。 她总是这么说, 可我知道, 真正欠了的人, 是我。 我还算幸运吧, 没有妈妈之后, 张叔叔来到了我身边, 也许她就是妈妈送给我的亲人。 五岁生日的前一天, 我等了张叔叔很久, 他却没有来。 我怕他出事, 就一直等着, 等到晚上, 他还是没有来。 张叔叔为什么没有来? 他是不是也不喜欢我了? 后来, 我没有等到张叔叔, 却等来了我爸爸。 他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给了我一巴掌。 死丫头, 别人看到你在这里 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那个男人呢? 这么小就知道勾引男人, 跟你那个死妈一样贱。 不要脸地贱丫头, 她可以打我骂我, 但她不可以骂我妈。 我妈不贱, 你别说我妈, 你不配。 我撞开她就往山下跑, 她两三步追上 我拽着我的头发。 我怎么就不能说你妈了? 你妈那个婊子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肚里怀的那个 还不知道是谁的。 你跟你妈一样, 都是贱人, 说跟你在一起的 那个男人是谁。 她是不是想要你, 你让她给我两万块, 不然我就打死你。 我气得浑身发抖, 张叔叔对我那么好。 我爸怎么能这么侮辱他? 我不知道两万块 到底有多少钱, 可我知道十年前 在村里买一个女人 就要三千块, 我爸还想生儿子, 他想把我卖给张叔叔, 然后拿他的钱 买女人生儿子, 我不会让他如愿的。 我妈的孩子他不想要, 那就以后再也别想有儿子了。 我爸拖着我回到家里, 把我关进柴房, 还不给我饭吃, 半夜,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 心里对我爸的恨越来越深。 我再一次跪在地上, 向月亮许愿, 神啊, 让我的爸爸 再也没办法生儿子吧。 我饿着肚子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被一阵阵地哭声吵醒。 我巴在门上, 看到我奶奶正坐在地上哭, 两个有些眼熟的叔叔 抬着一张门板, 那上面躺着一个男人, 就是我爸爸。 我的老天爷呀, 这天杀的, 怎么会这样? 狗蛋啊, 以后咱娘俩该怎么办啊? 婶子你也别哭了, 不如上大医院去看看, 狗蛋哥从十几米的地方摔下来, 能保住一命就不错了。 哎, 医生说了, 他以后恐怕是要瘫了, 摔下来的时候, 还伤到了那个地方, 以后也不能生育了。 任老板说了, 使狗蛋哥违规操作, 没有寄安全带, 就赔了两千块钱。 我奶奶终于被气晕了过去, 爸爸瘫痪了。 妈妈, 你看到了吗? 他终于遭报应了。 我搂着妈妈留下来的本子, 又哭又笑, 最后哭着睡着了。 我还梦到了妈妈, 她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脸上的笑容, 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 我在柴房里被关了整整三天, 我奶奶好像压根忘了我的存在, 每天只顾着照顾我爸爸。 她自从瘫痪了之后, 脾气更加暴躁, 我经常听到她在房间里骂人, 奶奶给她做好的饭, 都被她摔了, 砸了。 她嚷嚷着要去大医院看病, 不相信自己伤到了那个地方, 她一定还能生儿子。 我奶奶只会哭, 她手里攥着我爸的赔偿款, 根本没想过带她去医院。 我爸已经没用了, 她不能传宗接代, 只能当一个废人。 这段时间, 我奶奶一口饭一口水都没有给我, 我一直靠着张叔叔给我的糖, 才能撑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奶奶终于想起我了。 她打开柴房的门, 看样子像是比之前老了十岁, 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些, 连头发都全白了。 大师, 你来看看是不是这孩子。 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打扮 都十分奇怪的男人, 见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感觉十分害怕, 一直往角落里躲。 可我奶奶一把把我拽出来, 按着我的肩膀, 不让我动。 奇怪的男人打亮我一眼, 然后脸色大变。 大嫂, 这孩子可是天煞孤星。 先克去亲娘, 再克爹, 命硬得很, 迟早会把你全家都克死。 我就说是这样, 奶娘一拍大腿, 瞪着一双眼珠子, 恶狠狠地说, 她妈就是被她克死的, 现在她爸爸也成了这样, 大师, 我们该拿这个煞星怎么办? 我看着她, 想说我才不是什么煞星, 妈妈也不是我克死的, 她是被爸爸打死的。 至于我爸爸, 那是她活该。 这是不好办啊, 天煞孤星可是千年难得一遇, 必会克死全家。 你儿子成这样, 是因为她浮原身后, 才会减下一条命, 如果继续跟她住在一起, 迟早也会出事的。 所谓大师撵了撵胡须, 我奶奶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那我把她赶走就是了, 这样让她克别人去, 那倒不用, 把她交给我吧, 既然是天煞孤星, 也该由我处理。 不过,临走前还是要化解一下 这孤星的怨气, 不然, 她还是会影响你们的。 我奶奶听了, 又给我挤出来一个笑容, 我冷漠地看着她, 小鸭, 你听到了, 你的命不好, 再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都得死, 你也不想让你的爸爸出事的对吧? 她说完又拿出来一根棒棒糖, 这个给你吃, 吃完你就走吧, 别怨恨我们, 谁让你命不好呢? 我接过了那个棒棒糖, 不知道已经放了多久了。 糖都已经化了, 我想起张叔叔送给我的糖, 突然有些想哭, 一个跟我才认识几天的叔叔 就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我的亲人都不爱我? 他们不要我, 我也不要他们了, 可我不想跟着奇怪的男人走, 我总觉得他很奇怪, 我不喜欢他, 那这个天煞孤星我就带走了。 奇怪的男人说完, 就要过来抱我, 我不让他抱, 可突然间, 我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 就变得迷迷糊糊的。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都是正在睡觉的小孩子, 看到这种场面, 我很害怕地往角落里缩了缩, 我知道, 我遇上人贩子了。 张叔叔曾经跟我说过的, 要我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 容易被人贩子抓走, 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吃, 我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发现我们被关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 这间房子的墙壁很高, 上面有一个高高的窗户, 我试着站起来, 却发现根本够不到。 重新回到角落里坐下, 我害怕地想哭。 很奇怪的是, 在这陌生的环境里, 我不想爸爸奶奶, 我只想张叔叔。 张叔叔, 你在哪儿呀? 我好想你。 过了没多久, 我感觉有人进来了, 我连忙塌下装睡, 这次有几个货, 加上刚抓来的那个, 一共十五个。 看好他们, 最近市里管得严, 别被警察抓到了。 我知道, 现在管得越来越严了, 干完这一票, 我想歇一阵子, 避避风头。 两个人贩子说了会话就走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 许愿警察叔叔赶紧来, 顺便, 让那些人贩子都倒霉。 也许是我的许愿起了作用, 门外的声音突然变得嘈杂起来, 其中还有人贩子的说话声。 靠,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找来了? 山下响起警笛声, 人贩子们慌了, 他们踹开门, 抓起地上的孩子就往外跑, 我趁他们不注意, 用我吃奶的劲跑了出去。 有个小崽子跑了, 快追! 冲出房间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在一座大山里,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 只能随着感觉往山下跑。 我虽然腿短跑不快, 但是我可以作弊, 每当人贩子追上来的时候, 都会发生各种意外, 比如踩到自己的脚摔倒, 被树枝打了脸, 跑着跑着跌进沟里, 如此反复几次, 人贩子也觉得邪门, 但他还是不愿意放过我。 终于我跑不动了, 好几天没吃饭, 我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 小崽子, 真能跑啊你。 人贩子追了上来, 他伸手抓起我的头, 就打了我一巴掌。 他妈的, 一个死丫头这么能跑, 针他妈的邪门。 我扑过去, 抱着他的腿, 一口咬了下去。 妈的, 人贩子吃痛, 猙獰的抬起脚向我踹了过来。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却在这个时候, 一阵疾风呼啸而过, 人贩子发出一声惨叫。 警察, 不许动, 很快, 一个结实的手臂 把我从地上抱了起来, 温柔地拍着我的背。 小鸭, 没事了, 没事了, 熟悉的声音突然响在了耳朵里。 我悄悄地睁开眼睛, 竟发现自己被张叔叔抱在怀里。 他深邃的眼眸里充满了紧张和急切, 见我醒了, 他才松了口气。 怎么, 不认识张叔叔了? 你真是, 吓死我了, 怎么就被人贩子抓走了? 不过, 现在已经没事了, 别害怕。 他伸出手, 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用力搂住了张叔叔的脖子。 哇, 张叔叔, 你终于来救我了。 奶奶不要我了。 他说我是灾星, 要把我卖了。 呜呜呜, 张叔叔, 我没有家了, 他们都不要我了。 连日来的委屈, 恐惧和不甘心, 在看到张叔叔的瞬间彻底爆发。 我哭了很久, 张叔叔一直耐心地哄我。 最后, 我在他怀里睡着了。 他身上的气息 令我感到安心, 就像是我幻想中爸爸的样子。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我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张叔叔戴着眼镜, 就在我床边看书。 见我醒了, 他放下书, 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醒了? 想要喝水吗? 还是吃点东西? 我刚想开口, 肚子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我脸红了红, 直接钻进了被子里。 张叔叔痴痴地笑了两声, 隔着被子揉了揉我的头。 刚才是张叔叔的肚子在叫, 叔叔饿了, 你要不要陪我吃饭? 我露出了半个脑袋, 睁开眼睛, 点了点头。 那你等着, 我去买吃的, 你想吃什么? 大米粥还是小馄饨? 我张了张嘴, 这些是我可以吃的吗? 在那个家里, 我每顿饭只能吃半个馒头, 或者一碗西汤。 张叔叔似乎看出了什么, 他叹了口气, 怜爱地看了我一眼。 今天就吃大米粥吧, 下午再吃小馄饨, 小鸭, 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那天早上, 我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大米粥。 即使后来我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而, 再精致的食材和烹饪, 都比不上那天张叔叔拿着勺子, 喂到我嘴里的粥。 那种味道是可以铭记一辈子的。 我在医院住了五天, 医生说我有很严重的营养不良, 而且身体发育已经迟缓了, 我今年已经五周岁了, 这个年级的小朋友最低也有一米, 我却堪堪长到九十公分。 而且, 我身上到处都是被殴打的痕迹, 腰上有两块骨头曾经被我爸爸打断过, 因为没有及时治疗, 现在已经长歪了。 张叔叔沉着脸, 告诉医生一定要治好我, 不管花多少钱。 我有些不安, 想让张叔叔不要治了, 我只是个女孩, 不配用这么多钱。 毕竟, 奶奶总是说, 我是赔钱货。 可张叔叔却一定要我治疗, 她还告诉我, 奶奶的思想是错的, 她愿意给我花钱, 她觉得很值。 这是除了妈妈以外, 第一次被人珍视。 我很开心。 我在医院里住了下来, 开始进行治疗。 照顾我的护士小姐姐 经常看着我的身体偷偷地哭, 然后在我的枕头底下塞好吃的。 在这个医院里, 我见识到了和村子里不一样的世界。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女孩。 女孩子也可以像护士姐姐一样上学, 读书, 工作, 而不是到了年级就被亲人卖掉或者打死。 我很喜欢这里, 但是最喜欢的仍然是张叔叔。 护士姐姐还告诉我很多事情。 她说, 张叔叔是个警察, 之前会出现在我们村子里, 是因为要卧底调查。 原来我出生的那个村子, 是非常有名的拐卖村, 里面的妇女大部分都是拐卖来的, 她们曾经有美好的家庭, 却因为那个姓故的老板, 将她们以各种办法拐卖过来, 给男人当老婆。 生孩子, 若是不愿意, 就用铁链锁着腿脚, 或者打断腿, 让他们想逃, 也逃不出去。 而张叔叔, 他就是为了解救这些妇女而来。 我想到了妈妈, 如果当时再坚持一下, 是不是她也等到张叔叔了? 他们这一次行动, 成功地解救了村子里所有被拐卖的妇女, 而那个作恶多端的顾老板也被抓了起来, 等着法律的制裁。 从护士小姐姐口中知道张叔叔的工作有多么危险之后, 我总是为他祈福, 希望他不要受伤。 我的张叔叔, 他要平平安安地活到一百岁。 经过长达半年的治疗, 我终于康复了。 出院那天, 护士姐姐哭得稀里哗啦, 她给我买了很多零食和漂亮的小裙子, 还给我扎了小便。 我的头发之前黄黄得很难看, 现在被养得很好, 护士小姐姐还特意给我卡了两个蝴蝶结。 小鸭长得真好看, 以后要好好吃饭呀, 小孩子脸上就是要有点肉才行。 她会着手向我道别。 我牵着张叔叔的手, 转身看他的时候, 又跑了过去, 抱住了他的大腿。 念念姐姐, 你以后也会幸福的, 一定会很幸福的。 说完, 我跑回去拉着张叔叔大步离开。 护士姐姐, 我说的话一定会实现的。 离开医院之后, 张叔叔带我上了一辆车, 我很乖, 一直牵着他的手。 不吵不闹, 也没有提出想要回家。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里, 奶奶已经不要我了, 我也不想再回去。 那个地方, 除了妈妈, 我再也不想见任何一个人。 张叔叔和我坐在一起, 开车的是另一位叔叔, 我见过他是张叔叔的同事。 老张, 你真的想好了? 你还没有结婚, 怎么能带一个小孩子呢? 不如, 还是把他交给我妈吧。 他喜欢小孩子。 张叔叔玩着我的小辫子, 摇了摇头。 我不打算结婚的, 小鸭很好, 我也很喜欢他, 领养他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老程, 我知道你为我好, 可我真的不想结婚。 开车的叔叔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他才叹了口气。 哎, 他死了之后, 你就成了这样? 好吧, 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不过, 当初说好的, 你的孩子是要认我当干爸的, 小鸭以后成了你的孩子, 那也就是我的孩子。 小鸭乖, 叫生干爸听听。 我听到这话, 有些不知所措。 张叔叔要领养我吗? 那我以后, 是不是可以叫张叔叔一生爸爸? 似乎是看到我的慌乱, 张叔叔平静地问我。 小鸭, 你的爸爸因为买卖妇女和故意杀人, 已经被监外执行了, 而你的奶奶也因为贩卖儿童判了六年。 这件事我只是自作主张, 还没有问过你, 你愿意当我的女儿吗?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她已经替我回答了几百次几千次,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和张叔叔成为一家人。 我激动地扑到张叔叔的怀里, 大声地喊了她一声爸爸。 五岁之前, 我有一个爸爸, 他性格暴力, 喜欢打人, 还害死了我妈。 五岁之后的我, 又有了一个新爸爸, 也是我最爱的爸爸。 爸爸和奶奶的下场, 也告诉我, 贩卖儿童和妇女都是犯法的行为, 法律是这个世界上最公正的存在, 它可以让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车的时候, 张叔叔带我到了一个房子里, 在那里, 有一个漂亮的姐姐接待了我们, 张叔叔拿出自己的户口本, 要把我的名字加在她的户口本里。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漂亮姐姐笑着问我, 我抿了抿唇, 摇了摇头。 身为一个女孩, 我是没有名字的, 她们都叫我小鸭, 可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名字。 就叫张晨曦吧, 夜晚已经过去, 美好的早晨终将会到来。 晨曦, 晨曦。 我默念着自己的名字, 看着她被打印在一张纸上, 然后装进了叔叔的户口本里。 从这一刻起, 我终于有家了。 张叔叔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他说会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般, 就果真十分疼爱我。 一开始, 还有些笨拙地帮我扎小便, 到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给我编头发。 我六岁, 到了可以上小学的年级, 可我什么都不会, 他怕我无法适应, 特意请了半年的假期, 教我学习。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 在山上的那段日子。 我学得很快, 每次答对问题的时候, 他都会奖励我一些小零嘴, 有时候是一块糖, 或者是曲奇饼干。 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为了能经常吃, 我每天都偷偷学到半夜。 终于有一天, 被张叔叔发现了。 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生气, 却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 只是拿走了我的书, 关了灯, 让我快点睡觉。 可我根本睡不着, 我忐忑地在被子里翻来覆去, 害怕张叔叔生气了, 把我赶出去。 我终于忍不住了, 穿着张叔叔给我买的兔子睡衣, 打开门, 跑到了张叔叔的房间外。 门被敲开后, 我哭着抱着张叔叔的大腿。 张叔叔,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不赶我走好不好。 我真的很喜欢张叔叔, 他给了除了我妈妈以外, 唯一的温暖, 我不想离开他。 我以后不吃零食了, 也不会不听话, 张叔叔不要让我走。 我眼里含着大颗的眼泪, 哭得打嗝。 而张叔叔什么也没说, 直接伸手把我抱了起来, 在我脑门上用力弹了一下。 哭什么呢? 谁说要把你送走了? 你是我闺女, 我是你爹, 没人赶你走。 他伸手过来, 擦掉我脸上的眼泪。 可是, 可是你刚才很生气,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想要多吃零食的。 我睁着红肿的眼睛看他, 张叔叔没好气地笑了。 我刚才确实很生气, 气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半夜还在看书, 你现在还小, 根本不用这么努力, 就算你以后想要摆烂也没关系, 我愿意养着你, 但是你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知道吗? 那, 我以后可以吃多一块饼干吗? 当然可以, 不过睡觉之前必须刷牙。 好, 我们拉勾勾。 张叔叔伸出小拇指, 和我的拉在一起, 这是誓言也是约定。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的功夫, 我就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第一天上学, 是张叔叔送我去的, 他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 我拉着他的手, 有些不安地站在人群里。 去吧, 别怕。 他揉了揉我的脑袋, 有人欺负你, 你尽管揍他, 爸爸给你撑腰。 我用力抱了抱他, 然后挥舞着手, 跟他说再见, 转身走进了学校。 身后, 叔叔的视线 一直都跟随着我, 像大海上的灯塔, 会永远指引着我的方向, 让我不再惶恐不安。 有了叔叔的撑腰, 我在小学适应得很好, 虽然有时候 会因为普通话说的不标准, 而被其他的小朋友嘲笑, 可我不在乎。 话说得不好就去学, 我不想给张叔叔丢脸。 渐渐地, 我也从学习中感受到乐趣, 我喜欢上学, 也喜欢解开各种各样的难题。 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拿着双百分的卷子 和奖状回到家, 他高兴地一把把我抱了起来, 转了好几个圈, 还说要把奖状弄个相框表起来, 就放在客厅的墙上。 每次来了客人, 他都会指着那张奖状, 自豪地说, 看到没有, 我闺女的, 考了双百分呢。 我喜欢看他这时候的表情, 这让我觉得, 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我想, 如果可以, 我想一直成为他的骄傲。 期末考试之后就是家长会, 叔叔为了这一天, 特意请了一天假, 还买了新衣服, 做了头发, 说是不能输给其他的家长。 我看他一连换了七八套衣服都不满意, 觉得就算不打扮, 他也是班上最帅的爸爸。 家长会当天, 张叔叔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精神振奋地来到了我们的教室, 吸引了好多妈妈的目光。 那个是你爸爸吗? 长得真帅。 我的同桌小胖子吸了吸鼻涕, 艳羡地看着我, 不像我爸爸。 就知道在厕所里玩手机, 偷偷告诉你, 他还得了痔疮。 每次家长会, 都是妈妈来。 哎, 真是一个没用的爸爸。 我听着小胖子的吐槽, 骄傲地抬了抬下巴。 我爸爸当然帅了, 他还是一个警察叔叔, 会抓坏人, 可厉害了。 真的吗? 你爸爸是警察叔叔? 哇, 好厉害呀! 小胖子果然羡慕了, 平时他在班上总是揪我的小辫子, 可讨厌了。 现在他知道了我的爸爸是警察, 应该不会再欺负我了吧。 果然, 接下来的六年小学生活, 小胖子都不敢再揪我的小辫子。 小学六年时间, 张叔叔把我照顾得很好, 曾经不会做饭的他, 如今已经能够炒得一手好菜。 我的身高能够从九十公分长到一米六, 多亏了张叔叔每天给我变着法, 做的各种好吃的。 童年挨饿的记忆让我从不挑食, 即使是小朋友都不喜欢吃的胡萝卜和青椒, 我都会吃得干干净净。 张叔叔每次都说我太乖了, 这让他特意学得对付挑食孩子的菜谱, 没了用武之地。 记得我刚来到这个家时, 张叔叔第一次下厨, 就做了一份炭烤西红柿, 明明是西红柿炒鸡蛋, 他都能把鸡蛋炒糊。 一米八五的汉子穿着围裙, 拿着锅铲, 低头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兮兮,对不起, 爸爸不会做饭, 要不, 咱们吃外卖吧。 我和他吃了半个月的外卖, 之后就开始拉肚子, 张叔叔为了我的身体健康, 苦练厨艺, 终于能做出一顿像样的饭了。 他做的还是西红柿炒鸡蛋, 虽然西红柿不怎么熟, 鸡蛋也有些老, 但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饭了, 仅次于幼年时妈妈给我的半个馒头。 除了身高, 我的学习成绩也永远保持第一名。 每次家长会的时候, 张叔叔总是最骄傲的那一个, 收获了无数家长羡慕的眼神。 而他的工作仍然十分危险, 好几次在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时, 总能逢凶化疾, 虽然有时候会受点小伤, 但那些和生命起来已经好很多了。 警局里的同事们都戏称他是幸运星, 每次都抢着要跟他执行任务。 有一次, 他要去抓捕一个罪犯。 这个罪犯是个十足的变态, 他曾经犯下两起灭门惨案, 杀人的手法不仅残忍, 而且血腥, 听说在当时的犯罪现场, 有好几个小警察都吐了。 为了抓到他, 张叔叔好几天不眠不休, 终于得到了犯人的线索。 实施抓捕之前, 我担心得整宿都睡不着觉, 一直在心里为他祈福,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 也许是我的许愿起了作用, 张叔叔果然平安回来了。 而且, 他的战友们一个都没少, 全都完整无缺地归队, 只有两个受了点小伤。 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 就听到张叔叔和同事说起这次的事件。 这一次的抓捕行动, 实在是太幸运了, 那个蒋国男也是倒霉,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手里的那把手枪, 竟然会炸糖, 把他自己给炸了。 从张叔叔和他朋友的交谈中, 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当日抓捕蒋国男, 也就是那个杀人犯的时候, 他正在进行一场犯罪。 受害人一家三口都被绑了起来, 被他吊在仓库里进行虐待。 警方和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蒋国男手里有枪, 而他本人也非常狡猾, 竟然趁机逃走。 等张叔叔他们再次赶到 蒋国男的藏身之地, 他将手里的枪, 已经瞄准了张叔叔的头, 并且残忍地按下了扳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把手枪却在此时炸糖了。 爆炸的威力将蒋国男的手 瞬间炸伤, 而张叔叔他们也趁着这个空荡, 立刻实施了抓捕, 将这个凶残的杀人狂魔 逮捕归案。 因为抓捕有功, 张叔叔还因此升了职。 经过这一次的事件, 张叔叔坐实了幸运星的名头, 我听说, 还有他的同事 每天都要拜一拜他的照片, 希望自己也能有他这样的好运气。 我偷笑, 张叔叔之所以这么幸运, 是因为我的存在。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彻底了解了自己的体质, 对我有恶意的人, 就会变得十分倒霉。 而真心对我好的人, 就会变得好运, 张叔叔能逢兄化吉, 是因为他对我好。 而我也愿意将自己的好运分给他。 在他的生殖宴会上, 我喊了一连串的干爹干妈, 红包收到了手软。 这些年, 我和张叔叔的同事们都混熟了, 他们都很喜欢我, 一个个的都抢着当我的干爹干妈, 逢年过节就给我发红包, 我的小金库一直都满当当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这个部门, 在整个局里原本是最危险的存在, 却很少有人伤亡。 我家西西就是我的福星, 为了西西, 我也不会轻易死掉的。 张叔叔喝多了, 一直喊我的名字, 说我是他的福星, 几个干爹干妈也随声复合。 我也觉得, 上次我去买彩票, 就摸了摸西西的脸, 就中了两百块。 还有我呢, 上次西西来警局, 她说我马上有小宝宝了, 我还不信呢, 去医院一查, 果然已经怀孕了。 西西就是我们的小福星呀。 我坐在人群里, 如同众星捧月, 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奶奶, 你看到了吗?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在星, 但是, 你可能根本不会相信吧? 关于我奶奶和爸爸的事情, 张叔叔把我收养之后, 我就很少想起他们了。 记忆里那张猙獰的脸, 已经开始变淡甚至褪色, 我甚至已经记不起爸爸的脸, 然而他带给我的伤痛, 却仍旧那么深刻。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喜欢和男生接触, 看到高壮的男人的第一反应, 还是会害怕。 他们只要抬起手, 我都会下意识地缩下头。 哪怕我知道他们不会打我, 可我就是觉得害怕, 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条件反射。 张叔叔告诉我, 我爸爸现在脾气还是很差, 但在知道自己永远都生不了儿子之后, 仿佛老了十岁, 他现在只能瘫在床上, 整日骂骂咧咧。 而我的奶奶, 在监狱里也过得不是很好。 她不喜欢女孩, 在里面也经常骂别人赔钱货, 别人可不会惯着她, 她被打了好几次, 腿都被打折了, 骨头没接好, 现在走路都有点瘸。 如今虽然出狱了, 但过得很不好, 一直靠着剪破烂养我爸爸。 我听完, 只是淡淡一笑, 继续做我的卷子。 中考就要来了, 我要进行最后的冲刺, 无关紧要的人, 我是不会在意的。 一个月之后, 我以非常优秀的成绩, 拿到了我们市的中考状元。 几家中学发来邀请, 我选择了最好的那一所, 拿到通知书的时候, 张叔叔看起来比我还兴奋, 当天晚上就挨个给通讯录里的好友 打电话炫耀。 诚哥, 我闺女考上一中了, 我要举办谢师宴, 你要记得来啊。 灵姐, 我闺女的谢师宴来不来? 一中, 最好的学校。 喂, 你还不知道我闺女是中考状元吧? 哈哈哈哈。 经过张叔叔一晚上的努力, 我的微信差点爆掉, 收红包收到手软, 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 看着越来越多的金额, 心里的那个想法, 也快要实现了。 谢师宴是在我们镇上最好的酒楼里举办的, 张叔叔当天喝了很多酒, 我坐在凳子上老老实实地喝着可乐, 听着张叔叔接连不断地夸赞。 若是没有西西, 我这些年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你们不知道, 是西西拯救了我。 在我心里, 西西比我亲生女儿还要亲。 张叔叔抱着酒瓶子, 已经醉得开始胡言乱语, 我听后只想告诉她, 其实她才是我的救赎啊, 是她在那个山坡发现了我, 她教我读书认字, 给我人生中第一块糖, 才让我知道, 原来人生除了无边无际的苦涩, 还有因为奇迹而产生的甘甜。 我想, 如果没有她, 我可能在妈妈去世之后的某一天, 也会被爸爸打死, 又或者被奶奶卖到别的山村里, 当童养习, 或者给别的男人生孩子, 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我想让自己变得优秀,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张叔叔的骄傲。 他救了我, 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我考了是第一名的消息, 在网络上大肆宣传。 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可以搜到我的照片, 与此同时, 一个视频也在这时候火了起来。 警号中考状元的奶奶在捡垃圾, 警号。 警号成绩可以过滤学渣, 但是过滤不了人渣, 警号。 警号白眼狼孙女, 警号。 三个词条的突然出现, 让我的存在备受争议。 视频里, 是我奶奶苍老又脏兮兮的脸, 她艰难地在垃圾桶里翻着矿泉水的瓶子, 瘸着一条腿, 拖着袋子, 继续寻找下一个垃圾桶。 画面里出现了声音, 您说您是张晨曦的奶奶对吗? 她满是沟壑的脸对着镜头, 露出一个疑问的表情。 谁是张晨曦? 我只有一个孙女, 她叫小鸭。 不过, 自从她爸爸瘫痪之后, 小鸭就被有钱人收养了。 这孩子狠心, 已经六七年没有回来看我们了。 奶奶说完, 还抹了抹眼泪, 画面看着有些揪心。 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那个人拿出我的照片, 让我奶奶看。 他指着照片中的我, 大声说道, 她是我孙女小鸭, 跟她妈长得一样。 小鸭呀, 你现在在哪呀? 奶奶好想你, 你爹也想你, 你就回来看看我们吧。 我想你呀。 奶奶大声地哭诉着, 她说, 我没良心, 走了就不回来了。 视频的最后, 还把她现在住的地方拍了进去。 我爸爸也在里面。 她脸色蜡黄地躺在一群垃圾堆里, 原本又高又壮的身体, 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高高的颧骨露出来, 让她更加显得刻薄音质。 她看着镜头, 诉说着她对我的思念, 她说她很想我。 再次看到她, 我以为我会感觉到恐惧或者害怕, 但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 她已经老了, 还是一个废人,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打我。 我看了一眼视频里的两个人, 随后平静地关上了手机。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找他们拍的这个视频, 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骂我的声音。 他们说我不孝顺不管家里的老人, 应该让学校取消我的中考名额。 各种各样的人出来冒充我的同学和邻居, 说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学校里早恋谈恋爱, 还经常霸凌别人。 这种不孝的人怎么配当中考状元? 张晨曦就是一个人渣, 建议取消她的中考名额, 还是先学会做人吧。 只有我觉得奇怪吗? 张晨曦的爸爸还活着, 他怎么被别人收养了? 两个人该不会是那种关系吧? 嘿嘿,干爹嘛, 懂得都懂。 他们质疑我, 怒骂我, 还造我的谣。 我还没有什么反应, 张叔叔就气得不轻, 他让我先休息几天, 不要看网上那些话。 还强制拿走了我的手机, 我知道他担心我, 可我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倒霉了, 反击很快就开始了。 我曾经住过的医院, 最先发出我当时的病历。 我曾经受过的伤, 一张病历单几乎都写不下, 营养不良, 骨折, 身体多处殴打后的痕迹, 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 全都被发了出来。 的确是人渣, 但这并不是小晨曦的错, 不是所有人都是合格的父母, 也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 请记住, 即使生活在泥潭里, 也要绽放出美丽的花。 紧接着, 警局的干妈和干爹们 也将我爸和我奶坐牢的消息放了出去, 甚至还用官博发了条视频, 是张叔叔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拍的。 视频里, 张叔叔穿着起诊的警服, 面对镜头, 眼神沉着。 我宣示, 我们将一生打击违法犯罪, 保护幼儿和妇女,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拐卖妇女儿童, 买卖童罪。 这一条视频, 引起大量的转发和支持。 原来小晨曦的奶奶和爸爸 竟然是一个人贩子。 我他妈还觉得他们可怜, 我现在觉得他们面目可憎啊。 支持买卖同罪, 人贩子给也死。 我要是张晨曦, 我也不认他们好吗? 那条视频的原作者在干什么呀? 人家还不容易离开那个泥潭。 他是想把人再拉回去吗? 在我爸和我奶的身份曝光之后, 那条视频的发布者就灰溜溜地删掉了视频。 曾经骂我的声音都被心疼我所代替。 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邪恶终将无法战胜正义。 在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有收到我爸和我奶奶的消息。 只是在某一天, 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一个苍老的男人声泪俱下地跟我说着对不起。 我冷漠地挂断了电话。 谢实验过后, 学校给我的奖金到账了, 差不多有三万块。 我数了数这几年存的小金库, 再加上学校发的奖金, 正好可以实施我很久以前的一个计划。 暑假, 张叔叔决定带我去自驾游, 他问我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我抬头, 看着窗外的夕阳, 橙色的落日余晖均匀地洒在天际, 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瑰丽且神秘。 叔叔, 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 张叔叔愣了一下, 你想去哪里? 我想回家看看。 我说的那个家, 是我曾经的家, 每年我妈妈忌日的时候, 我都会去。 我们没有进村, 而是直接去了后山, 找到了属于我妈妈的那个小坟包。 我一边清理着坟头上的杂草, 一边给我妈烧纸。 妈妈, 我又来看你了, 离上一次还没多久, 可是我想你了。 张叔叔对我很好, 我也考上了很好的中学, 你留下的那本日记, 我也看完了。 妈妈, 我真的不怪你的, 我知道你不爱我,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爱我, 没有任何人会怪你。 你是我的妈妈, 你给了我生命, 在最后一刻仍然会保护我, 即使你说你不爱我, 我也爱你, 永远爱你。 妈妈, 我知道你不想留在这里, 你想离开, 想要自由, 所以, 我现在来接你离开这地方, 我有钱了, 我给你买一块墓地, 就在我姥姥姥爷的身边。 你一定很想你的家人吧, 对不起妈妈, 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才找到他们。 说到此处, 我哭得哽咽, 泪水也模糊了视线。 我认字之后, 就看完了妈妈留下的那本日记, 它在上面写了很多很多想念爸爸妈妈的话, 自从我出生后, 它的日记里多了一个我, 妈妈总是在纠结要不要对我好, 她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是我爸强迫她生下来的孩子, 可当我出生的时候, 那么小的一小团躺在她的怀里哭, 心就莫名柔软了, 爱恨交织在一起的感情, 复杂而又危险, 理智上, 她知道我并没有错, 可感情上, 她无法接受我的存在。 就这样, 我妈纠结了几年, 直到她再次怀孕。 那天, 妈妈的心情糟透了, 整个本子都被她涂成黑色, 可想而知, 她当时的心情有多乱, 这个孩子的到来, 不是希望, 而是另一个噩梦, 一个将她彻底拖进深渊的噩梦。 我这时候才知道, 当时我的许愿, 给妈妈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如果没有那个孩子, 可能她还不会这么崩溃。 是我, 是我害了我妈妈。 那段时间, 我很抑郁, 很痛苦, 我无法接受自己, 间接害死了我妈妈的事实。 张叔叔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问了我好久, 我才把心里的话告诉她。 听完我的话之后良久, 张叔叔才叹了口气, 希希, 当时的你, 才五岁, 让你妈妈怀孕的, 并不是你, 而是你父亲。 即使没有你的许愿, 你的父亲为了生儿子, 他一定还会让你妈妈怀孕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愧疚, 就帮你妈妈找到家人吧。 他那么想念自己的亲人, 一定很想回到他们身边去。 张叔叔的话, 让我打起精神来, 我根据妈妈的日记本上的记载, 到处找我姥姥姥爷的踪迹。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们, 只可惜, 是他们的死讯。 这老两口太可怜了, 就一个独生女,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却失踪了, 估计被人拐到哪里去了吧。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找, 把房子也卖了, 还没找到, 又生了病, 没多久就死了。 临死前也念着他们的女儿, 死不瞑目啊。 守墓的老大爷听说我要找他们, 一直絮絮叨叨, 我看着墓碑上面容慈祥的两个老人, 一句姥姥姥爷, 却始终喊不出来。 我觉得我是不配的, 我是个罪人的后代。 离开前, 我询问了守墓的大爷, 要买一块墓地需要多少钱, 得到答复之后, 我就开始攒钱了。 我现在终于攒够了这笔钱, 可以带妈妈回家了。 签坟的事进行得很顺利, 妈妈已经回到姥姥姥爷身边了。 看着墓碑上妈妈充满笑容的照片, 我放下手里的小厨局。 我会用我的余生, 每天祝愿她, 愿她来世幸福美满。